今次的主題是 神在愛他的人心中高度運行 這個訊息是非常重要的 讓我們知道神和我們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他在高度地運行在我們的心中 有不同的經文去支持 我們知道有什麼重要性呢? 第一,我們欣賞神 原來神經常在做功 同時,原來基督徒做很多合乎神的心意 全部都是神運作的 聖經有說到我們立志行事 我們立心去做和做出來都是神運行 在我們心裡運行,我要成就祂的美意 就是神時時做功 第一,我們知覺這件事 多謝神,原來神經常做功 第二,就是感激神 原來神和我們這麼密切,一直帶領我們 第三,就是配合神的感動 既然神這樣感動我們 我們就配合神的工作 讓我們的生命提升 而這個提升的方向也都是神會給我們的 神會帶領我們的 其實神是給我們不同的意念 我感謝神,給我們不同的意念 不同的教導 很多人看過那些教導之後都覺得非常好 這是神的禮物 我很感謝神 教導我如何幫助人處理生命 這些都是禮物 我收到禮物,我想分給人 而我最近 其實也有一段時間去研究災前災中災後被提 我這次不是說這件事 我只是說一說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很近末世 我們真的看到災難、洪水、熱浪 各樣的事情都是非常極端 天氣非常極端 所以我們都想像不到這個世界 再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會變成怎樣呢? 那種天氣的改變 第二,就是隨時有戰爭 所以其實隨時都可以有大災難來到 而很多人就以為是災前被提 災中被提 他就在那裡等了 快點來快點來 災難開始,好啊好啊 拍手了,等了等了 看看何時有被提 但是其實神就讓我越來越簡化這個教導 就是災後被提 是基督徒需要經歷大災難 亦都在大災難中 神給我們力量 那我就將它簡化 一路簡化到一個程度 可以用一本小冊子做出來 那神就讓我這個意念 就是可以印這個小冊子出來 其實我們可以印完 然後被那些書局 可以以一個低的價錢賣出去 但是我們是免費奉給他們 然後他們用低的價錢賣出去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將這個教導傳出去 目的是什麼呢? 不是為了辯論 是想多些人準備好大災難 因為太多基督徒很軟弱 一到大災難,很多人會拜壽 拜完壽才會悔改 他不知道聖經說了 拜壽的人是要進入火湖的 他不知道聖經有這個警告 所以這是非常緊急的事情 不只是為了證明真理 而是為了保護 這也是神在我心亂運行 一邊帶領我 我多謝天父 帶領我很多不同的方向 都是神賜給我的 我將榮耀重贊歸給主 我們這次就去學習 去留意這件事 還有現在我的訊息 很多時候都做了個QR Code 你可以邀請人下載 他可以看到 你可以用來放在你的手機 跟別人去解釋 神跟基督徒有很密切關係 時時都跟我們一起帶領我們 我們留意聖靈 我們就可以更加高度進入神的恩典 第一要點就是 神在所有基督徒都運作 個個都有 但是在愛他的人 就有強烈的運作 個個基督徒都一定有 凡是基督徒都一定有 不過那些軟弱基督徒的運作 是比較弱的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會抗拒聖靈 會消滅聖靈的感動 但是聽說基督徒會回應聖靈 神的同在會加強 神的帶領會加強 這個經文 我們可以一起讀 馬太16章15節開始 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 西門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對他說 西門巴若拿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不是熟血肉的子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是你的 這裡講到耶穌問門徒 你說我是誰 彼得很快去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的答案不是 你真是聰明 你真是學得快 你真是記得我所有的教導 所以你知道我是基督 耶穌不是這麼說 耶穌不是說你是對的 耶穌不是說你是對的 耶穌是說 你可能那個冷氣可以救 耶穌是說什麼呢 是天父指示你的 也就是說 耶穌讓他知道一件事 其實是天父感動你 所以你才會今天有這個宣告 這裡下面我寫了 第一天父告訴彼得 耶穌是誰 首先是天父告訴他 第二 又會感動他 到時他想說出來 他即時的心 有一種動力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他會馬上說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原來天父是事實在我們心中動工 帶領我們的信仰 我們宣告神是誰 而這裡說到西門巴欲 你是有福的 因為神感動你 你就跟著回應 所以你是有福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 原來當我們做一些合乎 神的心意的事的時候 不要只想 現在我聽話 而是想 其實是神感動我先 而我收到神的感動 我又聽話 我跟著回應 而這樣回應 神說我是有福的 當我收到這個信息 我又回應神 去宣告神的尾善是有福的 所以在這個經文 我們看得很清楚 耶穌告訴別人 不要只看你做什麼 是看天父做什麼 而且知道原來天父做很多事 所以我們的心 有一個感激的心 另外 就是在約翰福音六章四節 如果不是我餐我來的 父吸引人 沒有人能夠到我這裏來 耶穌又說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 跟從耶穌就信耶穌 他就不是說 你們每個人聽話 你們真的好 你們很乖 你們每個人聽到我的訊息 都悔過在信耶穌 耶穌不是這麼說 他說是天父吸引你們 所以你們來的 他們以為我們自己來 我聽到你的道 我就來 他就不知道原來背後是天父 就是 不是你們 你們都很乖 必然是你們很乖 你們會回應神的感動 但是他讓他們知道 其實你們會回應 為什麼 因為是天父吸引你 所以你們先來 所以下面寫 天父能夠在人的心中動工 就會吸引人 和感動人信主 吸引人 來 和感動他的心改變 會信耶穌 並且不只是信那一刻 是一生都動工 一生在我們心中 和我們互相交流 神在感動我們 所以 所以肥立比書二章十三字 那裡說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即是 說到基督徒 原來我們立心去做 今天你會立心回來學習 會想讓神使用 你會立心去做 並且你待會練習 操練 這也是神感動你 所以你會立心 然後你就會做出來 這也是神感動你 帶領你 因為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為了目的 是甚麼呢? 成就神的美意 神的美意 對我們有益 對別人有益 對整個天國有益 所以這是神的心意 是美好的 我們看到 原來神經常和我們一起 吸引我們 基督徒會很想遵從神 很想走神的路 因為神正在帶領我們 吸引我們 另外說到 原來信耶穌 很多人以為是祂 自己 決製信耶穌 其實聖經說到 我們死在罪惡過範 這個經文 我沒有打出來 在《伊佛索書》第二章 一節說的 我們死在罪惡過範的時候 神叫我們活過來 即是死人 可不可以自己活呢 是不可以的 是神的話語 神的聖靈來到 他在罪惡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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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以為 在報道會舉手信主 有幾個人在報道會 舉手信主 有幾個人 或者有個人帶你去信耶穌 然後你的心很激動 很想信耶穌 有幾個情況 有幾個是這樣的 有幾個情況 很多人以為 我自己也是 我們以為 我們在那時候 信耶穌 所以我們就 變成一個新人 但是你要發覺一件事 在你未舉手之前 講完講神的話 心就很哩哩的 哇 耶穌這麼好 那麼真 接著講完就說 你願意信耶穌 其實我們的心已經很想 不過不敢舉手 即是很害怕 即是說其實心已經變了 我用一個形容 就好像牛不喝水 按得牛頭低 即是不想信主 但是神將牛的心改變 那牛馬上去喝水 我們也是一樣 神在我們心中動工 就叫我們很想信耶穌 這是神的工作 大家有沒有發現 當你想舉手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就很哩哩 不過又很怕舉手 但是心裡面 就很想很相信 然後其實你舉手 你就以為 那個舉手 使我們信耶穌 其實是 裡面已經改變了 有幾個人有這個經歷 請你舉手 即是說在你未信 未舉手之前 其實裡面已經 哇 心裡面 覺得耶穌很餓 所以我很想信 有幾個人 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是 聖靈已經改變了我們的心 即是 那隻牛本來不想喝水 現在很想喝水 已經改變了心 是神更生我們 然後我們回應神 所以舉手是回應 那麼我們應不應該舉手 應該是回應神 應該去做這個信主祈禱 是應該 因為這個是我們回應神 所以我不喜歡用缺字這個字眼 因為為什麼呢 不是你缺字所以改變 是你改變了之後 以後你表示 是我們改變之後 以後我們表示信主 所以我會用 表示信主 願意信靠耶穌 好了 在《歌人不多》前書十二章三節 我們一起讀 所以我告訴你們 全部都是神在我們心裏動功 那你說我是不是一個機械人呢 我們不是 聖靈感動我們的時候 聖經說到 人是可以抗拒聖靈的 即是人可以抗拒聖靈 我們是回應聖靈 但是呢 是聖靈改變了我們 我們又配合回應 即是人是有一齊回應的 那好像有什麼 我用一個例子 爸爸媽媽拖著小朋友 那小朋友跟著一起走 即是一樣的 天父帶著我們 那小朋友不肯走 你有沒有見過 在超級市場 走過那個《Toys R Us》那時候 那些小朋友的腳就軟了 你拖他 他不肯動 他不肯動 他會黏住他們 因為他要買東西 如果神拖著我們 我們不動 我們就不會跟到神 但是呢 我們願意聖靈感動 我們就回應 我們是回應的 即是我們不是機械人 我們是有回應的 不過這個回應是聖靈感動了 改變了我們才會回應的 所以基督徒會不會跟神合作 是會的 當聖靈感動我們之後 我們是會跟祂合作的 如果我們聽話的時候 所以這裏說到信耶穌 其實都是聖靈感動 好了 我們如何高度地欣賞 和回應神的運作 既然神在運作 我們如何高度地 即是說 原來神做這樣的功 所以我就很歡喜 我就回應神的感動了 首先 聖經是告訴我們 神是時時跟我們說話的 約翰福音十章二十七節 講到我的羊聽 耶穌的聲音 耶穌的羊聽 耶穌的羊聽 他的聲音 也由耶穌認識他們 他們跟著我走 即是耶穌的聲音 在我們裡面 會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然後我們就會回應 我們就跟著他走 然後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就是講到人悔改之罪 原來都是聖靈感動的 他這個講到保衛師聖靈 就會來到 叫世人為罪 為義為審判自己 集備自己 即是我們仍然會悔改 想耶穌赦免 我們仍然有聖靈來住 即是有些人說 糟糕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得救 如果你的心仍然會知罪悔改 仍然會求耶穌赦免你 你是仍然是得救的 即是有聖靈的感動 在你的心中感動你信主 然後我們赤仙讀過經文 立志行善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成就祂的美意 而且我們被交 被迫伯的時候 你不用想著說什麼 因為聖靈會指教你當說的話 你應該說的話 聖靈會教你 所以到迫伯的時候 聖靈會教我們說 在我們傳呼音的時候 聖靈也會教我們說話 當你分享聖經 分享見證 聖靈也會跟你說話 當你翌日有機會講道 神也會在你裡面說話 原來神跟我們那種結合 是高度的結合 我們就知道我們不是單獨行事 我們不是自己一個人單獨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行事 是聖靈和我們一起的 聖靈一日多次感動 和帶領我們 很多次 就叫我們立志行事 立心行 和走出來 我們如何回應呢 第一 聖靈繼續感動我們悔改 可以離開罪 我想說一說今天 一會兒做什麼 一會兒大家分組的時候 就可以討論 好像你幫一個人 有個基督徒說 神很遠 神和我都不知道去哪裡 我不知道如何遵從神 不知道如何是神的旨意 我們就告訴他們 其實聖經已經說了 你可以用這個PDF 下載在你的手機上 你就可以跟著來跟別人解釋 其實神和你很密切關係 去解釋給他們聽 原來不是我們 好像立心做的事情 我們有立心 的確我們不是機械人 我們有立心 不過這個立心是神運行 所以我們會立心 當我們願意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會立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經歷 我試過很多次了 聖靈感動你向那個人傳呼音 然後你的心就說 不行的 他不會相信的 哎呀很醜怪的 哎呀這個時候很難出聲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但是最後呢 如果你聽話 最後好吧好吧 神吧 我結果去做吧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經歷 或者神說 你不要再發脾氣了 你不要再罵人 然後我們還是說 哎呀心很生氣 但是聖靈一直感動 直至我們肯聽話 我們就發覺 原來聖靈在我們裡面 經常感動我們 然後我們肯回應的時候 我們就聽話了 那你就留意這些經歷 那你將來解釋給別人聽 你就告訴他們 我都試過這樣的 有時候我不是很聽話 聖靈感動我聽話 還有呢 我呢就 譬如說 不懂得悔改 但是聖靈感動我 一直哩哩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譬如很生氣一個人 因為聖靈感動我們 直至我們不能忍受聖靈的感動 結果都是去揚恕那個人 祝福那個人 即是說 其實起初不願意 但是聖靈一直感動我們 你可以去分享出來 有些人真的經歷很久才肯揚恕人 因為他的心一直生氣的人 不肯回應聖靈的感動 所以呢 我們首先 我們自己有這個經歷 我們解釋給別人聽 就讓他知道 原來神跟你有密切關係 那你越聽神話 神就越祝福你 那你想不想 神祝福你 你為何神喜悦你呢 那你願意的時候 你就悔改 留意聖靈的感動 你就回應聖靈 這樣你就越來越提升了 而且聖靈會提醒你做一些事情 好像神感動我去把我的文件給路德會的會長 接著他就聖靈感動他 聖靈感動我先 聖靈感動他 就通知文字部 替我印那本書《輕鬆得勝》 是這樣開始的 我沒有想過印書 我只是想著 替他講到我一些教導 可以教導 但誰知道神給了他的意念 就是印書 結果印書是幫助很多人 神現在又感動我寫這本書 不僅是用文件 用這個PDF發出去 是印書出來 令到更多人可以看到這本書 這也是神給我感動 然後我回應 大家都留意一下 你心中有沒有這些感動 譬如悔改離聚 有沒有不肯離開聚 譬如說 不肯遙樹某一個人 或者一直想著說謊 誰知道聖靈就提醒我們 如何停止謊 於是我們的心就 一路爭鬥爭鬥 到最後 我決定都是說真話 我認錯了 我認錯了 是我錯 有時候我們想抵賴 是他錯 但是最後還是說 受不了神 我都不行了 我要認錯了 這就是一個過程 我們就留意到 然後我們分享給別人聽 然後遵從神 譬如說 有時候沒有心祈禱 但聖靈感動我們祈禱 提醒我們祈禱 我們回應神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有力量 神就提醒我 你有力量 下次就自動祈禱 不要經常要我提醒你 或者讀聖經 其實很多基督徒 就覺得 有興趣讚美神 很開心 但是讀聖經 很多人就覺得很悶 但是其實 聖經是有很多 恩典、很多應許在裡面 我經常都觸實這些應許 我經常都歡喜神的話語 我也有一個文件 寫了很多聖經裡面 一些金句 我都可以傳給大家 傳給大家 你就可以用來看那些金句 就可以看到聖經裡面 有很多很寶貴的應許 也都去讀聖經 跟著去讀 你就會明白 神整個拯救的過程 和神的整個計劃 神的整個啟示 我們都知道了 去讀聖經 傳呼音 和建立人的靈命 很多人覺得不行 但是神說 不是你可以 是我可以 我會臭過你的口 你會見證我 你肯聽話 神就會用你了 跟著第三 就是神會賜智慧和力量 如何處理人和事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跟家人有些喊煞 不想跟他聊天 不想理他 或者不想對他笑 看到他 要給他一些不好的面子看 他這麼多做錯事 我不可以善待他 但是聖靈就賜給我們動力和智慧 如何用智慧的方法跟他說話 智慧的方法可以建立關係 接著第四 主動關愛人 修復關係和饒恕 如何關心人、愛人 修復關係 即是說本來的關係不好 如何修復和饒恕 以及在言語行為上 榮耀神 如何榮耀神 事事都想著我如何榮耀神 我自己來說 我見到什麼人 我都想著如何祝福他 總是尋找機會 我見到人 神就提醒我 這件事是由我初訊的時候 神已經給我 我一直回應神 但我裡面有掙扎 其實是有的 有時都是說 他未必會聽 但神就提醒我 我就會自動去做 這也是神一直提醒我 如何在言語行為榮耀神 接著第六 尋找更高的策略去侍奉神 就是找出有什麼方法 我可以更有效事奉神 提醒我的生命 因為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叫我們立志行事 希望我們留意到這些聖靈的感動 有幾個人留意到這些聖靈的感動 舉手看看 有幾個人留意到聖靈的感動 有幾個人留意到聖靈在你裡面做工的 感動你的 我希望你回應 以及加強這個聲音 很多人為何他的聲音不多 就是因為這兩個經文所說的情況 我一起讀 《以法所書》四章三十節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 等候得屬的日子來到 以及貼前五章十九節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這裡講到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我們犯罪不聽話 聖靈是會擔心 會憂慮 我們知道原來神是有感覺的 當他看到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神是會不開心的 神是會為我們擔心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是叫神的聖靈開心 我們一悔改 神就開心了 我們遵從神就開心了 我們尋找高的策略 神就開心了 其實很多基督徒是有聖靈感動 但他們會說什麼 為何很多基督徒很軟弱 其實我現在講的情況 你如何回應人 有些人說 我祈禱也沒有用 我經常有很多煩惱 很多問題 我又想悔改 不過又沒有力悔改 我們跟他拆解 逐樣拆解 譬如他覺得 好像想悔改 但沒有力悔改 其實你有力 你想去悔改 這個已經是聖靈感動你 即是本身 你可能也想罵那個人 想生氣的人 但是聖靈感動你 即是說聖靈也帶著你 雖然我們有不聽話 神也是帶著我們 然後你也有一個力量去向前 不過有另一個力量 就是說他這麼壞 我真的要罵他 兩種力量對抗 因為那種力量 在他的生命中是大的 所以他的屬神的力量就小了 既然我們知道原來有一個大 有一個小的力量 那麼我們怎樣回應聖靈的聲音 就加強我們這個力量 就是我們越親近神 也都知道我一聽神說 神就歡喜了 是土神起穴是不難的 其實很多熟靈軟弱的人 改變他的熟靈生命 是不是很難的 他們經常覺得很難 因為他們覺得我沒有力量 和我做不到 那麼我們就告訴他們 你做一點點 至少你有這個聲音提理 要悔改 那已經是神在做事了 你知道神在做事 你就多謝神 神原來其實跟我很接近 祂在幫助我的 那麼好了 可以我們這樣說 有些人還沒有去到那裡 神啊我想 不過我做不到 不要緊的 聖經也有說過 我相信 但我信不足 我想 不過我力量不足 那麼你告訴神 神也很樂意幫助 只要我們尋求神 神是很樂意幫助的 只要你說 神啊我想 不過我不夠力 這樣呢 也都學習 靈的討告 心靈誠實的討告 就更加有力量了 經常 經常感謝神 讚美神 越所算神的恩典 越有力量 以及一知道 我們一愛神 神就歡喜到不得了 神在笑 這個觀念 是聖經說的 祂恩我們歡恩喜樂 麥而愛我們請恩我們喜樂 而歡呼 尤其當我們親近祂 祂就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詩篇22篇第3節 那裡講到 神是住在以色列的讚美之中 即聖經說了這些說話 神是因我們歡恩喜樂 麥而愛我請恩我們喜樂而歡呼 所以我們就深信 我們一聽神的話 神一定歡喜 一定開心 當我們知道神開心 我們就更有動力去做 今次我真的不去罵那個人 神就歡喜了 可以稱讚欣賞自己 就不是說我們厲害了 是神感動我 我都回應 多謝主感動我 又我會回應 我都是乖的 你可以告訴自己 我乖的 今次又乖到 但不是驕傲 不要說我好厲害 不是厲害 因為其實是不聽話的 不過神叫你回去 你又肯開始聽話 這是乖的 你稱讚自己 感謝主 神感動我 我又乖了 今次又改變了 那人就會開心 就會有力量 但是很多基督徒 就不是 哎呀 我又想改 又改不了 真的沒有用 我祈禱又沒有力 真的沒有用 因為他不看到神在做功 他看不到原來他想悔 是神做功 他想去改 是神做功 不過他不知道怎樣加力 還有他做了 他又不懂得欣賞自己 耶穌也懂得欣賞 一杯涼水都欣賞 我們能夠去對付罪 更加比一杯涼水更加貴重 那神都欣賞 我們為什麼不欣賞呢 所以我們欣賞自己 就會開心 就會有力量 但因為很多基督徒 很多時候 就是數自己 不碰當的地方 這就是魔鬼做的 魔鬼最終的人 就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經常想失敗 魔鬼就開心了 因為你想失敗 你就沒有力量 但我們想 我們有改變 原來神在我裡面動功 所以我會這樣改變 我們就會開心 所以希望大家去回應 這些軟弱的人 大家一會兒可以操練一下 譬如有人說 我很軟弱 我好像沒什麼動力 那我說 至少你找我 也是有動力 你告訴我 你沒有動力 你也覺得有些問題 那就已經有動力了 有些人他都不肯承認 那你真的可以靈動力 有些人真的對神沒有靈動力 但你已經覺得 我靈命不夠 我沒有力量 即是你想求助 這已經是動力 已經改變 因為聖靈感動你 你就欣賞自己 你會說出來告訴我 我便可以幫到你 這樣就是回應他 告訴他 其實神正在幫你 你開始有這個動力 你就感謝神 感謝耶穌 原來聖靈感動我 我又聽話 我已經在改變了 希望大家把這些方法 留在心中 首先鼓勵自己 原來聖靈感動我 原來我也有很多次聽話 雖然有時候不聽話 但我現在盡量把不聽話的次數減少了 盡量把不聽話的時間減少 譬如本來生氣的人 本來生氣幾天 現在盡快盡快 變成了幾個小時 幾分鐘 幾秒 即刻改變 這就進步了 欣賞自己 感謝神 這裡講到會消滅聖靈感動 是怎樣的過程 下面寫了 人犯罪就叫聖靈擔憂 又繼續犯罪就抗拒 抵抗 就像這個圖畫一樣 抗拒聖靈感動 又第三 聖靈感動會越來越弱 神都不歡喜 越來越弱 因為祂不聽話 直到消滅聖靈感動 這個經文講到消滅 這就很嚴重 簡直是沒有了 我曾經有一個人 他以前是回到我們的教會 以前不是在香港 後來他沒有回到教會 我說你沒有回到教會 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他說沒有了 以前有 不過現在沒有了 這個很危險 因為他消滅了聖靈感動 已經覺得沒事 他不回到教會 覺得沒事 這個已經是消滅了聖靈感動 這是我們要小心的 譬如你說 現在我罵人沒事了 這件很危險 很危險的事 因為消滅聖靈感動 就是離開神的 如果聖靈完全不再感動 就已經是失去救恩 即是沒有聖靈內住 這個人是不得救的 是已經離開了神的 在羅馬書八章六節內 說 體貼肉體就是死 一直體貼肉體 就變成了 你看看他人 明明是很健康的 他每天做一些不應該用的事情 譬如每天喝酒 又夜睡 又吃垃圾食物 你看看他本來很健康 倒下腳ité 把病沒 越來越瘦Лья 六千人大眼 眼中會包括悲痛 而且哇 因爲他體貼了 破壞身體的力量 一直走向死亡的路 然後最後到一天 他的膽感覺 他 brew得發出 strage 짝 也行 可惺 熟靈生命都是一樣的 這身體般貴的 既然是健康的 My family一直走越來越ись 受落的 是離開神,這是很可惜的 希望大家都知道這個傾向的時候 一定要防止這件事發生,也懂得幫助人 聖經說到我們裡面有一個爭戰過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 我這些情慾的時候特意用了灰色 這兩個彼此相敵,在裡面相敵 使你不能做所願意做 所以我們留意原來裡面有兩種力量 問題是你哪種力量大 想聽神話,親近神,尊重神 以及深信神愛我們,這種力量大 還是經常想著犯罪,經常想著看色情片 經常想著人的不好,經常負面是哪一種大 有些人信耶穌也好,那些罪的意念是強過他親近神的意念 他只是想緊緊地信耶穌,這個其實很危險的 他兩個一直對抗的時候,他是越來越弱 也沒有力量,也得不到神的喜悅 所以我們留意原來裡面有神的聲音 有聖靈運行,不過也有罪聖情的運行 也有邪靈的運行 邪靈一直吸引這個人去犯罪,去離開神 真的有這個聲音 我們就留意神的感動,可以有德性五步曲 勝過任何的罪或抗拒聖靈 我們一起讀紅色的部分 第一,是留意,然後破壞性 聖經觀念,祈禱,選擇 這是德性五步曲 第一,我留意到,我有些罪意念 第二,他有破壞性 第三,聖經吩咐我做甚麼? 我怎樣去做呢? 第四,祈禱,求主,赦免,有力量 第五,我選擇 明明想罵的人 我留意到,我知道有破壞性 於是,我知道聖經的觀念 聖經的觀念就是叫我們善待人 然後我祈禱,求主,赦免,給我力量 然後我選擇 不去生氣,不去罵他,不去發脾氣 而是用溫和的心,柔和的心去處理 這樣呢,這就是德性五步曲 譬如說,有個人很灰心 留意到很灰心 凡是負面的情緒都要留意,都要處理 很灰心 深信灰心,或者仇煩,都是破壞性的 深信他有破壞性 聖經觀念是甚麼呢? 我們靠主起落,在主裡面起落 祈禱,求神赦免,給我力量 第四,我選擇 相信神的英革,相信神的恩典 我在神裡面是可以起落的 我數算神的恩典 神有聖靈感動是可以起落的 所以我可以開心 這就是回應聖靈感動 就是選擇聽神的話 我希望大家學習,盡快去處理 不是很久很久去處理 當我們知道聖靈這樣做工 我們將我們的思想言語行為 整個身體獻上給神 不要跟這個世界,心意改變 就能夠逐步進入神的奇妙計劃 而我自己是數算神的美善 我是知道我聽神話,一定生命發揮 所以我是刻意選擇 以及我尋求神,我已經有這個動力 所以有些人是怎樣呢 聖靈幫助他,是好像拉牛上樹的 為什麼拉牛上樹呢? 聖靈說你祈禱吧 哎呀,沒用的 我祈禱也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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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著他,走一步 再推著他,走一步 這就是另一種 但是我鼓勵大家是怎樣呢? 心意更新而變化 整個心都是聽神話的 我的心就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聽神的話 對我有益,對人有益 是發揮生命的 我們只能活一次 今天只能活一次 這一分鐘只能活一次,是不是? 你這一分鐘愛神 還有這一分鐘你說 二牧師說的我做不到的了 那你拒絕了 這一分鐘你就沒有聽神話 所以我們每一分鐘都聽神的話的時候 你的心意已經更新改變 因為我的心意是全然說 我聽了神的話 我不想跟隨這個世界 我想整個生命發揮 全然的發揮 高度的發揮 有策略性的發揮 並且配合你們各在一起 配合你們所有人的恩賜 你們中間有些人 我們發掘到恩賜 我們總是鼓勵你去用 這就是配合在一起 這樣的時候 我們本身已經想走了 神一帶我們 馬上去著方向去 這種是很聽話的那種基督徒 神一提你 就好像賽跑 保羅也說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 但得掌上的只有一人 你們也當者用跑 即是說有些跑步的人在那裡 總是不跑 慢慢走 但有些人已經很想跑了 現在不是用吹 現在用電子聲音 一響 他馬上就跑了 同樣我希望大家都一樣 你一收到神的聲音 你馬上就向著方向去 神一提你 你分辨這是神的聲音 是合乎聖經的 是對的 是可以走出來的 是對我有益處的 幫助我的靈命的 這就是屬於神的聲音 我便很樂意去做 我們便能夠進入神奇妙的恩典 這就是神奇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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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妙 是說結婚 不過只是 總之住在那間屋 即是大家住在同一間屋 可能沒話可說 兩個人的心 完全不契合 沒有愛 沒有關心 不過他是不是 一體 都是一體 不過是很弱的一體 有些人比較好 有些人最好的關係 就是我們與主的關係 有些是很高度的契合 去到什麼程度呢 神一感動 他立即很願意聽話 立即很樂意 很開心去聽話 這就是 與神有高度的聯繫 這個下面寫 與神有高度的聯繫 是很大的禮物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神可以與我們這麼高度的聯繫 我們應該珍惜 亦都留意聖靈的感動 全心回應神的感動 這就是 高度的聯繫 圖上是聖靈運行 我們就與主成為一靈 時事聖靈一提 我們立即回應 這就是一個高度的聯繫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個經文 《哥倫多前書》六章十七拙 我們再讀一次 大家都可以念它 這個經文很容易念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你如何念那個經節呢 六 然後 不是十六 而是十七 六 加一 然後變成十七 就是六章十七節 我用不同方法寫過這些數字 還有 釘死自我 因為不要效法世界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基督在裡面活著 耶穌完全的充滿我 完全的帶領感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高度提升了 基督徒有不同的路 有些真的高高低低是沒有力的 那我們的使命是什麼呢 你見到有基督徒在你周圍 就是這樣 你就要幫助他 首先自己搞定 自己不要做那種基督徒 一路得來的 第二種基督徒是平淡的 整天都差不多 第三種基督徒是進步的 今年比去年 這個時候已經進步了很多 大家有沒有這個情況 我希望是 好,感謝主 每年都進步 但有些人 是每年越來越 煩惱,越來越低沉 越來越無力 還有有些是叫做 已經沒有了感覺 有些基督徒初信的時候有感覺 慢慢是沒有了感覺 對於神的事已經沒有興趣 所以他回教堂是很循例式 沒有了感覺 這就是越來越無力了 有些人神真的大大使用 其實有些人不一定他們本身是很厲害的 而是神感動過他的聽話 譬如宋上節帶來中國很大的復興 很多人今天受影響 都依然是由宋上節開始受影響 葛培里 他已經離世了 但是他的報道會帶了很多人信耶穌 很多很多的報道會 神使用他這個恩賜 最右邊的是安卡羅 就是為我按手祈禱 我經歷聖靈 經歷神很大的愛 其實他去到哪裡 我發覺過 我有去過他不同的聚會 他都留在這裡 一直為所有的人祈禱才走 他很有心 有很多人不像他那麼有心 他很有愛心 下面是彭孝廉 彭孝廉就是他開始這個輕學政經協會 以及開始了生命中學以前 我就在那裡教過書 後來就有匯基書院 透過教育來傳福音 那個圖裡有很多學生 神使用他透過教育來傳福音 下面就是Heidi Baker Heidi Baker 就是很有憐憫的心 神叫他在多倫多機場的教會 在那裡經歷聖靈很大的更新和改變 然後神叫他去非洲 去到非洲他得了很少錢 但是神叫他要幫那些孤兒 幫那些孤兒神又供應他 他現在幫過很多人 成為強壯基督徒 並成為牧師傳道 以及建立很多教會在非洲 主要在莫薩比克的國家 右邊那個是張德培 他是網球1996年世界第二名 中國人第二名 沒有第二國是第二名 他是很熱心報導的 張德培 然後右邊是杏林寺 杏林寺有這麼多人 人體上來真的很淒涼 因為他有淚風濕關節炎 有95%的關節都痛 但是神感動他寫很多散文 以及有不同的寫 都幫助了很多人 這些人都是被神感動 不同的方式 有些人說 我都不是那些級數 這個是讓神告訴你 神會說 每一個人都給你恩賜 你足夠的恩賜去做 問題你願不願意 你願意 非常好 非常好 這也是聖靈一組感動你 然後你就自動舉手 好像彼得一樣 自動回答 神感動你才由你接著回應 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的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起來 在神面前 去反思 也希望大家去練習 用這個PowerPoint 這個PDF 去幫助人 如何去看到 神的造工 如何分享給人聽 神在我心中造工 祂都可以在你心中動工 祂可以繼續祝福你提升你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祢 因為祂很愛我們 祂跟我們一起 祂是跟我們有密切關係 我們立志行事 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都是神在我們心中運行 叫我們去立心 和做出來的 是很大的恩典 但我們裡面有另一個聲音 就是我們聚聖情的聲音 和魔鬼的聲音 叫我們軟弱 叫我們低沉 叫我們消滅聖靈的感動 求主幫助我們 回應聖靈的聲音 主啊聖靈提醒我們 這麼多次 到底我們有多少回應呢 求主連問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反思我們的生命 有多少聽神的說話 我們的生命 有多少獻上給神 求主臨在我們生命之中 與我們同在 在這一刻幫助我們反思 我給大家一些時間去反思一下 你的生命 是有多少 你有留意到多少聖靈的聲音 你有留意到多少聖靈感動你 然後你會聽話 你有留意到多少聖靈感動你 但你沒有聽話 在這一刻 我們在神面前去反思和悔改 去想一想 神其實感動我做多少事情 其實我的生命可以怎樣發揮 我給大家一些時間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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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幫助我們感激 歡喜神的感動 神真的很多次感動我們 我們真的很感激神 你這麼有耐性 這麼有智慧 這麼有方法去感動我們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不聽話 求主赦免我們的罪 求主洗淨我們的一切不義 叫我們真心悔改 叫我們遵從神 行神的路 神就喜悅了 任何人回應聖靈的感動 神必定喜悅 求主幫助我們留意到 我們裡面的聲音 留意到聖靈如何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怎樣使用我們 曾經幫過多少人 我們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繼續努力 並且尋找神高度的策略 尋找神高度的策略 可以祝福更多人 求主與我們同在神 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求主加力給我們 求主提升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去到更高的層次 幫助我們將我們的老我釘死 叫我們不要順從肉體的屍辱 叫我們不要抗拒聖靈的感動 而是我們拒絕邪靈任何的聲音 拒絕我們聖情任何的聲音 幫助我們靠著耶穌得力 從神得力 從神有力量 我們就有動力去遵從神 有動力去侍奉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陪著我們 聖靈陪著我們 我們每一個都是寶貴 我們每一個都向前走 必定蒙福 今生蒙福 永遠蒙福 那些福氣是大於世上的福氣 求主幫我們追求世上的福氣 不是世上的福氣 是天上的福氣 天上永恆的福氣 求主與我們同在 我們歡迎大家 靈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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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